偶爾會有 但是我會提醒自己 不可以完全被貓控制 偶爾也要教牠握手 教牠一些特技有沒有 這樣子才不會覺得自己是貓奴 你要娛樂媽媽一下好不好 所以養貓有激發的部分 養貓的部分 其實我最大的改變是我覺得 我變得更有責任感吧 我覺得我以前太隨風飄 然後想走就走 但知道要餵另外一個生命負責 然後三餐都要餵牠 因為偶爾我也不吃東西 但牠就是三餐都要吃 而且要吃好的 牠現在像雞肉啊 魚肉我都餵牠 真的就是蒸的 我不是用罐頭的 我真的就是買新鮮的 對然後牠又開始挑食了 我就覺得怎麼辦 你現在對雞根 雞根鮭魚都已經開始很嫌棄了 那我以後到底要給你吃什麼 那是一個做媽媽的心情嗎 做媽媽的心情 有啊有 有 但是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 沒有在擴散成什麼 哈哈哈 你這兩個貓有沒有很想要趕快回家 沒貓 會 以前就是到幾點都 就在外面幾點都OK 但現在就是過幾個小時就開始覺得 你有感覺到那種罪惡感 你覺得貓已經在那個門後面 在那邊一直 喵 然後就是有一種害怕 你回去的時候就是會面對一個 一個非常就是臭臉的一隻貓 他會找一隻 他會找一隻 是 你 可能